我是Kido,今天我们一起来绘制你的情绪轮盘吧 为你的情绪命名,去了解你正在体验什么样的情绪 就能让我们更好地去觉察、接纳和疗愈 今天你只需要准备一支笔、一张纸、一些彩色的画笔 还有一个专注的环境 你可以独自一人进行探索 也可以和你的家人朋友们一起 这是一个完全放松的过程 在开始绘画之前,你可以先闭上眼睛 慢慢地深呼吸三到五次 在这个缓慢呼气吐气的过程中 去体会身体和感官的感受 在此刻静静地去感受一下 最近有哪一些情绪总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出现 而此刻又有什么样的情绪正在升起呢 在你睁开眼的时候 你可以在这个情绪轮盘当中 去选择几种能够精准描述你情绪的词汇 为你的情绪命名 接着你可以在纸上画一个圆 你不必要求这个圆非常的完美 只要放心大胆地去画就好 接下来你可以把这个圆分成对应的 你的情绪的份额 在每一份里填上你选择的情绪词汇 接着你可以为每一种情绪涂上适合它的颜色 比如愤怒会是什么颜色呢 悲伤又是什么样的存在 你会用什么颜色来填满喜悦和兴奋 慢慢地去体验这个过程 并完成你的情绪轮盘 最后你可以有一个回顾的时间 你可以通过自己的轮盘去感受 在哪一些情绪出现时 你会无从下柄呢 而哪一些情绪是你希望在生活当中更多出现的 哪一些情绪是你很难捕捉和感觉到 而此刻它正在发生的 或者你在绘画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发现自己对某种情绪更为敏感 我们可以隔一段时间就进行一次新的情绪轮盘创作 不断在变化的生活当中 体会自己丰富饱满的情绪 我的最明显的就这个 首先为什么是粉色的呢 因为你喜欢粉色 因为我喜欢粉色 然后我看了忘送我的演唱会 它也是粉色的 你去看了演唱会的吗 对它也是粉色的 然后就会让我觉得很开心 然后焦虑这一块是占的最大的 这个吗 对 最大个都是焦虑 就是有很多事情要焦虑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长此以来 我就是一个很焦虑的人 不是说因为某件事情 或者说因为是因为很多的事情 然后导致我的整个脑子里有很多 在更了解自己的同时 找到身心的平衡 也许只需要简单纯粹的表达和看见 我们都能更深入地去和自己连接 如果你是和朋友 还有家人一起完成的 那这也是一个增强彼此连接的更好的机会